在賽道騎乘重機享受速度快趕 流行遠景留下帥氣的過彎身影 卻因為在賽道發生了意外 摔成重傷 急救兩天後宣告不治 爸媽悲痛不已 哭到無法言語了 我也不捨 甚至於還說 爸爸願意用一般的生命給你 捨不得兒子再受苦 爸媽忍痛放手 並捐出兒子身上的器官 一礙人間 7月6號 流行遠景在彰化一場賽車的活動當中 和另一輛機車 發生了碰撞摔車 雖然他穿著全套賽車服防護 但後腦和頸椎還是受到了重創 遠景的雙胞胎姐姐說 弟弟生前愛好潛水和騎重機 不管工作再累 只要一騎上重機 臉上就浮現了笑容 只要一騎上重機 他就來去了 很開心 我們之前也騎機車上山過 然後他也有騎車 就是過中橫 家屬還質疑 當天的重機活動沒有救護人員在場 導致遠景受傷延誤了送醫時間 家屬希望這場意外 能讓相關單位改善檢討 不要讓一條年輕的生命白白犧牲 華視新聞網路的少雲光台中報導 哈囉我是莊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